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给金夏发个信息问问睡了 在手机里编辑着文字 写好了右衫 生怕打扰金夏休息 于是无聊地刷起了朋友圈 脸上突然出现喜色 因为他看到了金夏刚刚发的朋友圈道 夜深人静适合思考人生 路易随即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过去道 夜猫子 大晚上的不睡觉 在思考什么呀 很快他收到了金夏的回复道 呵 你不也没睡 我的车还完好无缺吧 金夏收到路易的这条信息 想立马关机 他吐了一口气 放心 好着呢 路易弯了弯嘴角 他想问的是金夏是否一路顺利 只是有些难以启齿 只好用车来做借口 怎么还没睡 大晚上的 金夏觉得跟路易聊天不太合适 简单回了句道 白天睡多了 路易隐隐约约觉得有些愧疚 今天 自己的好心导致金夏失眠了 但心中又有点小欢喜 若不是今天自己的好心 估计这回金夏也不可能陪他聊天 路易回到了最开始的话题 在思考什么呢 想着哪天能发财 屏幕前的路易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你现在睡觉 很快就能实现了 言外之意是让他去做梦 金夏抱着手机忍不住笑出了声 也激发了他继续聊下去的意愿 原来不苟言笑的你也有幽默细胞 庆祝者赤进墨者黑 如今生活环境变了 那你是喜欢以前的生活环境 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环境 路易沉默了片刻 回到 最近的 金夏不满地皱着眉头 心道 最近的 你当然喜欢 不仅压榨我的劳动力 还把我当猴子耍 你能不喜欢吗 路易等了好长时间 没有收到金夏的信息 又给金夏发了一条道 你不住在对面 没有了你的噪音 我睡得可安稳了 昨晚把今晚的睡眠都给睡了 金夏在第一时间 就看见了路易的消息 咬牙切齿回了句道 那你可得好好地谢谢我 对呀 正在谢你 谢他 金夏倒是一点也没看出来 发了三个问号过去 夜深人静时思考人生 思考出来的往往不是什么正轨 担心你夜深人静时睡不着 去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所以陪你聊天 以防你走歪道 金夏真是哭笑不得 谢谢你提醒 你说我把你的车卖了 是不是可以大赚一笔 路易盯着屏幕傻笑 早点睡 明天给我带份早餐来 上次给你的生活费 应该还没花完吧 金夏才不是逆来顺受的主 抱歉 花完了 还有我不是送外卖的 再者 我的戏在下午 所以你要是需要车的话 就自己来娶 路易满意地笑了 夜深人静时 是不适合思考人生的 别再胡思乱想了 睡吧 祝你做一个发财的美梦 金夏乐呵呵地笑着 路易说的也不是玩笑话 可他就是呵呵笑个不停 夜静悄悄的 金夏也不知道何时入睡的 总之这是他搬到舅舅家后 睡得最安稳的一个晚上 这一觉他睡到了日上三干 醒来后 竟然在客厅里看见路易 让金夏更吃惊的 不是路易的到访 而是金夏的舅舅在厨房里忙碌 舅舅 你不去公司 不去 陈朗忘了眼 披头散发的金夏 等会有位贵客要来 你赶紧把自己收拾一下 金夏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路易 贵客 最贵的那位都已经到了 谁啊 我小姨 不动声色的路易突然冒出这一句 让金夏浑身不禁抖了抖 僵硬的声音道 哦 随后他急忙离去 趁于晴晴还没来到之前 流之大吉 人算不如天算 在金夏准备出门时 于晴晴正好到了 他怯怯地打声招呼道 于老师好 屋里晴 嗯 贵客到了 总不能丢了他舅舅的面子 金夏只能留在家里 到厨房去帮陈朗的忙 客厅里的于晴晴 见陈朗戴着围裙 在厨房里忙碌 大吃一惊 他还真想不到 陈朗竟然会下厨房 而他都不会 目光不免时不时投在陈朗身上 于晴晴的一举一动 路易近收眼底 怎么样 不错吧 于晴晴打着哑泥 什么怎么样 你懂我的意思 事业有成 还能下得了厨房的男人可不多 要是看上了就抓紧 他身边可围着很多小姑娘呢 于晴晴有些不好意思笑了笑 你还是在你未婚妻的身上 多下点功夫 我可听他舅舅说他想要退婚 哟 路易一喜 这么看来 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秘密了 那就选个黄道吉日 去民政局把政领了 于晴晴白了路易一眼 你想让你的未婚妻搬回去就搭上了你小姨的终身幸福 被拆穿了 路易有些心虚 她是真的不错 错过这村可就这店了 陈朗的为人路易十分清楚 把于晴晴托付给陈朗路易也放心 只是路易有些操之过急了 毕竟是于晴晴的终身大事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陈朗和今夏在厨房里忙碌着 完全不知道路易和于晴晴在聊些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